我号称爱眼镜的 但是今天陈老师一来 我就给比下去了 大家聚焦一下 陈老师这眼镜是多么的有设计 这不是我设计的 这买来的 谁说是你设计 哪能买到这种型款的眼镜 往美一下就注意到了 在欧洲买的 这是我的散光镜 老花镜是这个 这个老花镜我太喜欢了 完全已经变形了 展示 所以这个画家 他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 很脏这个眼镜 我没擦 这多会挑 等我有老花的时候 我要去找一些这种 哎呀妈呀 所以你瞧瞧没有 人家这个陈老师 所以其实等戴老花了 还是可以很美的 广美戴这个也很美 是吗 他可以去做眼镜广告 把这个黑头都放大看到了 所以陈老师来了 就得审美了 而且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图 咱们他来了 就得看看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些图样 这个图样我先给你看 一个是个四川 有个叫惠里县 惠里县最近县里出来道歉了 道歉了就是说 他们官方网站上发了一个照片 就是县领导县长副县长 仨人去县场视察工作 结果给网友发现 这个照片是PS上去的 PS上去的 你可以看看 他们给我找的照片 我一看 装的 这是视察水灾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 连这个也是造谣 这是网友后来演绎的 原图并不是说的这个 是原图是这个 说人家后来道歉了 也挺坦诚 就说我们领导 那天确实是到公路上视察工作了 但是照片没照好 所以官网的工作人员 自己就PS一下 然后接下来 你看现在这网友们 这个创作能力就出来了 说现领导视察足球了 记得就是七大内 撞倒那意大利队 你再看下边 现领导视察白宫了 然后再看下边 现领导 唯一关郭美美 这郭美美啊 是最近这个 人爱全国最火的一个明星 光美你听说郭美美了吗 我听说了 我那时候在人在欧洲 一个网友呢 就发了一个那个链接 跟我跟我讲 光美姐 你看看这女孩多炫富啊 我还真的 那么贵的一个上网费 我还真的上去看了 我现在想要我关注这干嘛呢 只有回来之后就渲染大波了 人家陈老师 我们一讲陈老师说 我一般对这种很快就过去的人和事 我都不说 好像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应该 但是有些事你可以看看 郭美美是个什么样的造型 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看看她的图片 因为现在不看不行了 咱们导演也可以出 你看 这是郭美美 我跟你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玩意儿 我给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我觉得举世罕见的 就是说 全国网友如果要围观一个人 那简直能让你做到无所遁形 现在有人总结 对于郭美美炫富事件 搜索已经超过了120万次 关注的县民超过8000万 新闻26000次 属特级渔情事件 咱们的一个渔情标准 已经达到特级渔情事件 超越以往任何娱乐事件 出现及时人肉搜索 及时文艺创作互动 微博天涯挖掘模式已经形成 我一看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是 就说这女孩子真是有点犯了 就是中怒 香港有句话 广州话叫哈眼灯 哈眼灯是叫什么 乞讨得起 憎恨的憎 就很像你招人 对对 猜你吗 这不是 但是这一下之下 我觉得他这个怎么活 你比如说前几天晚上 说从深圳 他挑的可能是半夜的飞机 从深圳飞北京 这飞机还没起飞 跨网上登机的身份证号码 登机牌 座位 是经纪舱头等舱 跟他同机登机的人是谁 刚才你看到这个照片 就是到了北京机场 摄影机就等着 等着他不是说他炫布吗 他现在已经拿个塑料袋藏着自己的包 然后采访的人说你为什么拿塑料袋挡着你的爱马仕包 就不说话 就一直是荒了 荒了全民违踪了 这个你有兴趣聊聊吗 你们聊 当然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他大概还是忘了这是一个电子媒体时代 年轻一冲动 因为这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能够能够鼓励虚荣誉 这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炫富 其实就虚荣誉了 虚荣誉分几万种 但是今天这个媒体就给你机会吗 你不是要虚荣吗 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过一夜之间 以前你还得找媒体 你现在你自个可以往上割 所以这是个媒体的事 不是郭美美的事 郭美美跟20年前她怎么炫富 她到哪去炫富 而且我自己这么 咱从最朴实的角度去想 我认为当然有些人说什么炒作团队 但我不知道最后对个人的得失该怎么算 但是咱要从最朴实的角度 我常常觉得微博是不是有一种掩耳盗铃 或者说你比如一个普通人 他实际是个公开的 可是他平常没人关注的时候 你也就是你小圈子朋友 那几个人看你的微博 所以你愿意说我买了这个 或者我们开了个生日party 上游艇了 骑德国赛马了 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要一旦被关注 一下子把你自己吓着了 会不会你光明 你觉得有这种情况吗 大概在半个月前 我在飞机上看到一篇 我在往欧洲的路上的 一个飞机 一个报道 他就写说现在Facebook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大量的 这个宪明跟网民已经流失了 大家已经开始厌倦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之前我们也觉得Facebook的力量 非常伟大 非常恐怖 它那个蔓延跟渲染的速度是很厉害的 就是跟微博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情形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但是我说真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点心有余力不足 你到底是应该去关注别人 还是忙着被人关注呢 就是因为其实我的粉丝不算多 因为我不是一个勤劳的微博 写微博的那个支微博的人 但是我又觉得我有必要的 因为我有一些所谓的铁杆粉丝 他们是条条就是不断的回应你 然后可能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他回应你好几次 像这种我如果不回应他的话 我是于心不忍的 所以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真的觉得 我私人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已经弄到我力不从心 所以我都好想让我浅一下水吧 所以我一浅浅十几天 然后每天就 国民姐 你有浅水了 孟美美也快崩溃了 您原来也是开过博客 我开一年马上就停了 你为什么当时你是不是有个声明还是什么 就为什么停了 没有声明 就是一个再见 就是再说两句就走 我立刻发现这不能久待 赶紧走 所以等推特上来 谁都让我开 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开 为什么呢 这还更早的 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媒体露面以后 我就发现它会是个困扰 你有一部分生活会失去 这个是我很在乎的 就是那极早直播 我就发现那天我是碰见一个明星 这明星开始就发表一通红论 你让你一听 你就觉得最近他碰什么事了 他叫红论就是说 说靠出名挣钱的人 那在古代那是下贱的人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子 下九流完全是有道理的 你靠真正的贵族是无名的 我说你最近碰见什么了 我该说的不对 靠媒体吃饭 古代还没有媒体 古代一场戏就一场戏 它不可能当晚转播 然后你可以转发群发 不可能的 媒体指的是复制传播和速度 所以今天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它是两面认 一面就是你想红太快了 没错 史上从来没这么快过 而且都有可能 谁都能红 但它另一面就是你试试看 马上就上了 现在郭美美不叫逃吗 对 你说而且它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今天说封闻要逃往澳大利亚 然后澳大利亚的使馆工作人员就证实 今天他们已经接到了数百个至少是 你看下午致电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话 他们要求澳洲政府暂停郭美美赴澳签证 澳洲使馆的工作人员说 已经把中国县民的请求转达给他们澳洲上司 这就是文革 文革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很可怕 很可怕 一面像郭美美这样的女孩子 他要虚荣 他现在立刻尝到这个 而且扯红十字会 他的代价 这不去说他 我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 但另一面网民就在人肉搜索 然后就要这么义愤填膺 要去弄他 文革就是这样 文革就是群起而公之 群众专政就这个意思 那会儿也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媒体 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 会全国通缉一个人 然后一旦揪出来以后 所有你不管跟他认识不认识 跟他相干不相干 你都可以侮辱他逗他 这个最最最终他 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死了 就还没开始他就下坏 就自杀了就 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就这个恶不能放出来 就是人的好奇心 人的恶意 或者众人的好意 加起来他变成一个恶意 弄死很多人那时候 就十个人以上忽然都在打听你 你就会害怕的 何况几百上千几万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是要是全民调查 全民跟踪 全民制裁 全民执法 这个东西谁能逃得了 所以你说奥威尔想1984 1984想的不是这回事 他是个老大哥的意识情态集团 但是他没有预见到 后现代的电子传媒变成这回事 所以没有一个老大哥 大家都可以监视 也会被监视 可是就你这么说 在网上追踪郭美美那帮人 网友就得猜你 是吗 难道正义在哪里 他们这个 但是他跟文革又一个不一样 就是他很快又去追另一个人了 你比方台湾 台湾你还记得乞美凤吗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 现在谁还记得他 曲美凤 曲美凤 对对对 这马上就过掉了 还有就几年前那个燕造门的事情 余波当然还有 你非要说的话 可公众已经找另一个人了 对 所以我为什么不太谈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只是说 right now 我们所有人来弄它 但是如果出现另一个目标 大家又会去弄它 没错 所以他诸葛亮的话 他得赶紧找另外一件事情 人就往那奔了 早已经翻篇好多回了 当年的燕造门 今天都改离婚门了 这就是群众的可谈